前几天在我们节目里说了 说一个河南女孩刷视频的时候 刷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昨天呢这事有了新进展了 俩人果然是亲姐妹 本来呢两姐妹呢是要做DNA鉴定的 但是呢沉默多日的韩阿姨啊 也就是姐姐张丽的妈妈终于现身了 她坦言不用做DNA鉴定啊 结果自己已经知道了 这不过是一个隐藏了30年的秘密 原来呢 当然双胞胎姐妹都属于抱养 双方父母都不是直系亲属 这30年以前呢 这张丽的大爷呢 是河南拱义的一个工人 有一天呢大爷抱回了一对双胞胎 韩阿姨当时刚出生的小儿子不幸夭折 张丽和陈柯柯的出现 也让这个悲痛的母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韩阿姨说了 说这对双胞胎呢是早产儿 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活 正好呢我在月子里边有奶水 就想着能救一个是一个呀 张丽是姐姐 柯柯是妹妹 因为当时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就只收养了一个 韩阿姨说她一直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就是怕女儿去寻亲 但现在看到女儿一定要做基因检测 事情肯定是瞒不住了 索性就告诉了大家 这遗憾的是呢 张丽的大爷已经去世多年了 具体抱回两个孩子的细节 也就成了不解之谜了 张丽和柯柯都是表示说 现在是两家人都是多了一个女儿 不会失去他们 他们也会好好地孝顺 养活了自己的家人 哎呀这两姐妹终于团聚了 两家人呢一定要好好续上 这一份难得的缘分呢 嗯嗯嗯嗯嗯